普天同慶 現在CatchPlay Plus的平台上面可以直接 是的 直接同步收看HBO GO的影片了 那今天就是要來推薦一些 目前在這個平台上面 避開的一些作品吧 最近國際的疫情依舊嚴峻了 身在台灣的我們 彷彿就在平行失控一般 非常幸福的 依舊可以維持一個正常的生活作息 國外的戲院無法維持正常票房收入的狀態下 近期許多作品開始選擇在串流平台上面去做上架 不過最近在台灣的疫情 似乎又開始蠢蠢欲動了 所以請各位的防疫措施還是要有啊 最近像是CatchPlay Plus 上面就擁有極度豐富的電影 以及電視劇的內容 最近再加上HBO GO的內容 強勢加入CatchPlay Plus的平台 可以選擇的電視劇跟電影 哇 多更多了 這絕對是一個大補完啦 CP值大幅提升 同時也是加入會員的絕佳時機 不過對於剛加入的朋友們 就是你看到這麼一大堆的內容 一定會不知道該怎樣選擇內容來看 沒關係 沒關係 部長召你 部長召你 今天這個影片就是要來 讓還在考慮或者是剛加入CatchPlay Plus的朋友們 推薦一些必須優先追起來的電視劇囉 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要訂閱這個頻道了 小鈴鐺也記得要打開就不會錯過任何新的影片了 就讓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首推就是Normal People 第一季總共12集 這是一個來自愛爾蘭的影集 由不存在的房間 導演藍尼亞伯漢森指導 同名小說作家沙利魯尼本人親自操刀編劇 故事描述兩位主角梅里安跟康諾 同樣都出生於這個愛爾蘭小鎮 一個個性就是比較直來直往 讓他很容易遭受到眾人排擠的這種富家女 另一個則是家境貧困 卻受到歡迎的風雲人怒 可以看到這兩個人的個性跟背景 就是差異懸殊 去激盪出一個意外的秘密關係 在社會中落在光譜兩端的這兩個人 為了交往做出了很多犧牲 也必須要承擔周遭人的眼光 本劇就是在這樣子一個衝突的設定下面 去看這一對情侶怎麼樣用時間 來對抗這個前撲後繼的這個難關 他很細膩地跟深刻帶我們去進入主角們的感情世界 也挑戰著我們就是要怎麼樣去思考 就是自己感情的這個價值觀 第二個就是我們與二的距離 這是公共電視 Cashplay跟HBO Asia三方合作推出的電視劇 由林鈞陽指導 賈靜雯、吳康仁、陳瑜、溫森豪等人主演 我想這個電視劇的名稱一講出來 在台灣的你應該多少都有聽過這部電視劇 那與二是讓台灣人知道 就是台灣的團隊是可以做出優質寫實的 這種台灣電視劇的 那故事就是直求對決 用社會事件當作題材 一個隨機殺人事件發生之後 對於社會各層面會造成什麼影響 不管是加害者、加害者、家屬、被害者、家屬 辯護律師跟媒體社會的輿論等等 最終並沒有給予一個正確的解答 而是讓觀眾有一個思考的空間 具有爭議性的題材以及眾多的面向 讓這個電視劇非常不好駕馭 但是與二就是真的做到了這一點 是而近年來最好看也是讓人省思的電視劇之一 飛鴻神探 跟著我一起想像一下 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的這種英式偵探 這幾個關鍵字打出來呢 你的腦袋中十之八九 應該就是會想到福爾摩斯 這次在Cashplay Plus獨家推出的飛鴻神探 則是講述一位不舒福爾摩斯的女偵探艾莉莎 在滿滿時代感的英國 調查各種懸疑的案件之外 還要面對當代對於女性的歧視跟偏見 艾莉莎內心極度的想要破案跟釐清真相 只是想要做好自己的被賦予的工作 但是不斷的受到各種歧視 讓她在工作上受到各種社會的束縛 在這樣子的逆境之中 如何不斷的跌破眾人眼鏡 隨著故事的推進 替艾莉莎大聲叫好 目前的飛鴻神探第一季總共6集 荷豹家園 因為我自己家裡沒有HBO的電視可以看了 所以今天提到很多HBO電視劇都無法看到 荷豹家園就是其中之一 荷豹家園的英文名稱就是車諾比 講述在1986年蘇聯烏克蘭發生的核災 讓人聞之喪膽的人間悲劇車諾比事件 用戲劇的方式還原這個事件的前因後果 荷豹家園讓我們用這種近距離去理解當初 為了拯救生命而奉獻自己生命的人們 讓觀眾了解就是一場核災 在沒有妥善的危機處理的狀態下 會造成多恐怖全面性 而且是長久的災難 荷豹家園目前總共5集 每一集都蠻緊張又沉重的 各位自己就是做好準備 冰與火之歌 全力遊戲 我想這電視劇應該不用多做介紹了吧 這個講到HBO製作的電視劇 這部絕對會是第一個必須要看起來的 全力遊戲雖然是前幾個 砸下超高預算製作的電視劇 充分展現電影做不到的事情 眾多的家族角色跟各種各務星鬥角 真的是只能用電視劇才能夠 慢慢的去發展各家族的進度 塑造各個升職人心的角色 各種讓人傻眼爆頭的零便當 這電視劇可是創造了許多經典的反應 前面幾季我們還是要記得 有好幾年的時間 全力遊戲是電視劇的王者 如果你從來沒有看過這個電視劇 喜歡看電視劇的你 我覺得這部是一定要看的 現在只要看到HBO電視雜訊的片頭 都會下意識的就是想要接這個全力遊戲 那個片頭了 全力遊戲目前總共8季 73集 西方極樂園雖然是擁有 接棒全力遊戲任務的電視劇 故事設定是在未來的世界 有一個高科技的主題樂園 讓人可以進去做角色扮演 那園區中有這種模擬真人的這種人造人 客人或者你說是玩家 可以根據各種設定的這種情境中心做角色扮演 參與各種冒險 各種你想得到的冒險 想要享受真實世界無法做的事情 在西方極樂園你通通都享受得到唷 但是有一天突然一個機器人他就是自我覺醒了 想要擺脫這個主題樂園的控制 透過這一個角色我們逐漸去發現 這個樂園隱藏的秘密 西方極樂園承襲了全力遊戲的禁忌要素 許多畫面跟題材尺度都非常大 但是時代從古代奇幻轉換到未來可幻 探討機器人是否擁有人性 人類是否應該要扮演上帝 以及一般人的內心有很多這種黑暗面 喜歡燒腦跟禁忌題材的觀眾 我非常推西方極樂園 目前總共有推出了三季總共28集 欲望城市 描述居住在紐約的這四位都會女性 凱莉 Samantha 夏綠蒂跟米蘭達 四個四十歲左右的女性好友們 在尋求愛情的過程中 體會人生喜樂無常 這部電視劇的經典之處 就是在於非常細的去描繪出 這個年齡的階段 都會女性會遇到的各種事件 以及心情上的一個變化 女生之間的這種情誼 也是本劇的一大看點 女人之間 這個細膩變化的相處模式 在男人進場之後 怎麼去影響四個人的友誼呢 透過欲望城市去探討現代女性 應該怎樣去發現自己跟愛自己 那另外一個亮點呢 就是電視劇中的這種各種時尚配件呢 劇中出現的各種髮型啊 服飾啊 飲食啊 藝術啊等等 就深深的影響的那個年代啊 那欲望城市呢 總共有六季 九十四集了 我蠻推薦各位女性觀眾可以看起來啊 雖然 我的平常 就是男生居多就是了 好的以上呢 就是這次推薦的幾部電視劇了 不知道大家還喜不喜歡這次的內容 感謝各位收看這次的影片 非常開心這次能夠跟Cashplay Plus合作 那平常都有在關注各平台上架的內容 那Cashplay Plus 這次再加上HBO GO的內容之後 真的豐富好多啊 馬上可以享受像是荷豹家園這種 就是獨家上架HBO GO的這個電視劇 那未來呢 一定也會有更多的內容會陸續上架 我們就一起期待吧 而所有人在意的這個價格部分呢 我特別推薦大家要訂閱 雙享無限看 那雙享無限看呢 是250塊 它可以享有CP Plus 無限看跟HBO GO的這個 專區的任何的影片喔 那另外呢 也有這個雙享無限看這個開賣優 或有只限於現在可以用 也就是三個月599塊的這個方案 等於是你前三個月呢 就大概可以用200塊的價格呢 而來訂購 那第三個月之後就恢復正常 詳細的資訊呢 可以點擊說明欄的連結呢 根據自己的狀況就做選購囉 那在Castplay Plus的平台上 有什麼樣的作品是我這次沒有推薦到的 是你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像是守護者啊 歡迎在底下留言區留言喔 那喜歡這個影片記得留下一個喜歡 訂閱跟分享部長的頻道 小鈴鐺也要把它打開 那就感謝各位的收看啦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是部長 部久 out